一个冰淇淋二十个钱 都当我买包烟了 你怎么那么馋啊 可是我也不是天天吃啊 而且二十块钱的冰淇淋 也不是很过分吧 这个很好吃的 你尝尝 哎呦 我不吃 二十块钱的冰淇淋 我是吃不起 二十块钱的冰淇淋很贵吗 可是我哥从来不让我吃什么便宜 这冰淇淋太好吃了 你多少钱啊 这是刚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 你哥我都还没来得及吃呢 你还没和你男朋友说 我们家有千元资产的事吗 嗯 我准备结婚的时候再说 姐弟 我妈来北京了 我带你去见一下吧 阿姨好 这就是有本地户口的那个小丫头 看着也不怎么样嘛 家里有几套房啊 有没有车啊 家里有一套房和父母一起住 车都是他们在开 这么穷啊 那你们结婚了住哪啊 让你父母把房子让出来 给你们做婚房用 不过啊 要写上我儿子的名字 不好意思啊 阿姨 我先去个厕所 原来在一起三年的人 只是图我的本地户口 这个女孩我可不喜欢啊 家庭条件一般般 看着傻乎乎的 你一个月光泽可有一万多呢 她哪配得上你啊 哎 妈 你放心吧 我最近啊 在追我老板的女儿 等我把她追到了呀 就把名字甩了 本来就是图她有个本地户口 没想到那么凶 嗯嗯嗯嗯 你明白就好 我们还没有点餐吧 服务员 点餐 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 再来一份豹鱼龙虾鱼翅 好的 我呀 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知道我大佬远来的辛苦 阿姨 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 阿姨您放心吃 你喜欢吃什么 我们就点什么 哦 喂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哦 那个阿姨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嗯嗯嗯 去吧 先生 你们还没买单呢 我们还没买单吗 是的 一共是五万元 请问怎么支付呢 这死丫头 点这么贵的东西 吃了又不结账 这不是存心害你吗 刷卡 下来拿下 你看我这儿的东西 我们分手 我都还没来得及说分手 有的人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总裁 小姐怎么在这里 另一位 好像是这家公司的千金 她这次的定人拍子 你也要进去呢 我们早就分手了好了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啊 别想了 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些你送的破烂东西 还给你 哎 别着急啊 毕竟你是天奇的闲女友 这周六我们有个地方派对 来的都是我的朋友 可都是你平时见不到的人 你也一起来吧 行 总裁 我们还进去谈活着吗 这次合作先复谈 答应他们的派对邀请 这次合作先复谈